觀光局推出了幸福行程 邀大家票選前十名 所以台灣十三個風景管理處 就紛紛成立了粉絲團 邀大家來按讚 不過現在又被傳出 連推廣都暗藏馬屁文化 請啟動 台灣十大幸福好玩游城票選 觀光局票選台灣十大幸福好玩游城 每個縣市互告創意 搬出自家特色 吸引遊客 我愛台北 票投台北 QRQR 台北就搬出超大101 英格更是結合當地文化陶瓷 製作QR Code超酷炫 以低碳旅遊為推廣目標 要輕鬆旅遊也要愛地球 各縣市政府 你寫出來的一些節能減碳的 那些游城的規劃 你要去落實它 而不是說講出來是這樣一回事 等到所有民眾票選的時候 發現它並不是那麼便捷 觀光局努力推動觀光 不僅安排一系列行程 就連全台13個風景管理處 也紛紛成立Facebook粉絲團 吸引網友按讚分享 更傳出只要有部長 局長或名人按讚 就能得到嘉獎 而平常愛玩臉書的交通部長 葉匡時更是13個粉絲團極力爭取按讚的對象 不僅讓人覺得拍馬屁的意味濃厚 透過這個臉書的行銷 可以跟這個民眾來分享 怎麼樣來推動觀光 那我覺得就是說 部長或局長按不按讚 事實上並不重要 最主要是要所有網友們 大家按讚 臉書按讚累積人氣 達到網路宣傳的目的 但是美麗的台灣 不能光只是按按讚 還要大家親自走出去 才能真正感受台灣之美 優點TV引得余江若瑄台北報導